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是他所发言的内容是像是违反我们的三权分立或是五权分立 包括说他今天对于今年的五月 他表示国内的新闻节目低落 应该去引进了香港凤凰卫视跟中国央视国际新闻台来台 然后对台湾才有利可以提升台湾电视的水准 今天他是我们的监察院长 他去讲这种话 那形统完全弃守我们今天得来不易的新闻自由 因为我们知道说中共所最缺乏的就是言论的自由 我们也知道说中国怎么样去打压言论自由 结果他今天身为监察院长 他对媒体这样的去讲 然后还要引进凤凰卫视 引进中国央视进来台湾 我想这个的不当已经完全失掉一个监察院长的 完全破坏我们自己国家的这样的一个国家安全 然后甚至破坏我们所谓的言论自由 今天监察院所要捍卫的什么 就是我们的人权不是吗 对不对 所以今天监察院要捍卫的就是我们的人权 结果监察院长据所讲的话 是要去引进中资 引进这个就是中国的央视进来 的新闻台进来 然后来把我们的言论自由 好不容易今天言论自由把它破坏掉 您觉得这样子他秤职吗 那今天身为一个监察院长能够讲这样的话吗 当然也许您可以讲说这是他一时的气话或是开玩笑 我想今天站在他的位置 他都不适合讲这种话 那我们再来看看说 好今天在这个六月的时候 好他在这个民主基金 台湾民主基金会邀请郝伯春在台大演讲的时候呢 他又公开引用这个卫生署长杨志良 这个媒体立委监委三 是台湾的三大害的说话 那痛斥说立法委员哪里像民主政治 好立法委员的表现 当然可能我们立法委员有些表现的不是很好 但是立法委员表现的再怎么样不好 也不容今天监察院在那里子三道四的 这完全也破坏所谓的三权分立 甚至我们的五权分立 所以在这种情形之下 我想以他身为一个监察院长 今天也不适合讲这种话 因为我们再来看看说 他今天呢对于这个所谓的 这个今年的十月 他又在讲说 他公开批评倒阁很无聊 甚至提到说 如果在野党继续杯葛议事 国会应该动用警察权 今天监察院长 他生在什么样的年代 他认为他还活在我们的威权时代吗 今天国会 今天我们所要就是一直在捍卫的 就是国会的自律权 今天绝对不能够动用警察权 而在这一点上 也就是我们敬佩王院 王建 这个王金平王院长的所在 他说已经是民主时代了 立法院再怎么样 就是不准动用警察权 结果他今天监察院长 可以用这种话来讲 所以不管怎么样 今天身为一个监察院的院长 我们所他所表现出来的 对于这个所谓的民主的无知 对于权力分立的无知 对于整个一个宪政的无知 对于整个一个检查体系 怎么样违反法律的滥权监听 等等各种的所表现出来的这种无知 当然我们知道说 所有的监察委员 对他也都非常的头痛 可是今天身为一个监察院长 他代表的就是监察院的尊严 国家的国格 所以呢他今天这样的表现 难怪所有的立委 大家都觉得 真的监察院应该要废掉了 那我们再来看说 好监察院 当然最近呢 你们也提了一个弹劾案 这个弹劾案 当然就是最后是对我们的秘书长所提的 那在昨天呢 秘书长也做了一些的报告 好 那我们今天也想要再请教秘书长的 就是你们对于这个 就弹劾的就是你们销毁 这个所谓的这个 对于档案的一个销毁 那他们觉得说 这个在这个调查报告里面 认为你们违反这整个一个保存的一个制 就是这个这个期限 就是还没有到这个销毁的期限里面 把它销毁到 或是呢 就是不应该销毁的 你们去把它销毁掉 那我这里想要请问的 就是说监察院 对于这整个一个监察 所有的这些的调查报告 是非常重要的 而且他可能应该是要永久保存 那当然好 你们对于这监察的 这调查报告留下来保存 但是他的附件 因为将来要整个去调查 回去回溯说 好在我们整个一个监察的一个宪政史上 这个整个一些监察 这整个一个调查 那所以要去看的时候 要去将来做研究的时候 他的这些的证据资料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就好像法院的判决 对不对 你不能够只留存法院的判决书 你今天判决 你所依存的这些的证据证物 等等都必须要一并保存 那我不晓得 是不是你们的档案法里面的规定 或是你们的内规 规定说好 我今天只要把这个原文保存下来 但是对于他的这些的证据资料 是他的保存期限 一个是永久保存 一个证据期限 是20年 你们有这样的规定吗 我们所有的档案的规档 跟所有的处理 完全符合档案法 而且绝对没有烧毁这件事情 好 不管怎么样 就是你们 这是你们自己监察院所做的 这个所谓的这个调查报告 对不对 那甚至用这个来这个弹劾 所以在这里我们要提到的就是说 不管这个的是非 但是这里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说 对于监察院里面的这个档案的收藏 第一个你们有没有电子化 我们现在还没有电子化 好 但是我们目前觉得是很完整的 把档案保留的很快 那我是说你们的这些的证捕证据是不是也都一起保存 也都跟着永久保存吗 对对都有 依照它的年限来考量 对我是说你们的年限会不会是 就是这些的证据证捕的年限是属于20年 但是那个所谓的调查的档案是永久保存 所以造成这两个之间的一个分歧 当然我们这里希望的就是说 你们能不能回去好好的去做全面的一个检讨 就去检视你们这整个一个现有所有这些档案的一个收藏的情况 然后呢是不是也应该要建立电子化 因为今天我们整个政府全部都在电子化 所有的这些的档案资料是不是也应该开始把它电子化 甚至你们说好我今天销毁 但是在电子档里面至少能够存留下来 所以是不是应该把它全部的把它电子化 那甚至呢把这所有的档案的目录跟这整个检讨报告 其实都应该要全部的电子化 那同时呢我们也希望是说 你们这整个就说这里面要去检讨 这所谓的保存档案法的规定 它是一般的档案 跟我们今天监察院的对于这非常重要的整个调查报告 甚至这些的证据的保存 可能会有所不同 所以你们是不是也应该针对你们这些的政治的 这些的这个调查报告 跟他保存跟着所付的政府的这些的保存的期限 做全面的检讨去做改善 那这样子才能够对我们国家 不管说即使有一天将监察院被废掉的 但是监察院从成立到被废掉之前 这一段之间 这也在我们的宪政史上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记录 这些的记录所有的档案的保存 跟他的完整性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我们希望说你们是不是可以去把这个 第一个就是说档案的保存的期限的完整性 去做全面的检讨 同时把它电子化建党起来 是不是可以 这个有关档案的部分 我可以很明确的向委员做保障 绝对是很完整的 而且绝对是相当慎重的 我曾经讲过 一个单位没有历史 就这个单位就没有存在的价值 所以我会对档案 这百分之百的慎重的处理 这个是我可以保证的 好那我们也希望是说 如果说这些档案都很完整 那电子化是很必要的 否则的话 你们以后可能还要盖很多的房子 去放这些的档案 所以是不是把它尽数的电子化 这个是配合 这个议算的进行 绝对没问题的 好谢谢 谢谢